《多拉A夢》漫畫推出以來 最能夠吸引觀眾收看的其中一個因素 就是《多拉A夢》的法寶 能夠使到觀眾會有一些幻想 雖然《多拉A夢》的法寶數目 至今仍未有官方確實的數字 而且可能會有一些新故事 而有一些新的法寶出現 不過現在的法寶數目已經是數以千計了 而最常出現的法寶 當然就是《多拉A夢》登上的法寶袋 每一次《多拉A夢》出場的時候 都總是會出現的 那個法寶袋在《多拉A夢》 在松枝機械工場登產的時候 就已經出現的了 今次就來講講在45本單行本裏 統計出除了《多拉A夢》之外 前五名出現得最多的法寶 《竹蜻蜓》總共出現過263次 使用《竹蜻蜓》 人類就可以跟其他的非行類動物一樣 在天空上飛行 甚至在海底裏面都可以使用 不過《多拉A夢》的《竹蜻蜓》 每一次只能夠連續使用4個小時 這個在電影《大紅的恐龍》裡等等 都有講過的 其實如果應用在現實生活的話 相信大家都可以方便分工上學 作為《屯門區》的居民 近月以來的早上繁忙時間 在屯門公路經常發生交通意外 導致交通濕失 如果有《竹蜻蜓》的話 相信可以避過屯門公路 都可以回到公司或學校 不過這樣就會導致巴士和鐵路公司頭痛 因為就會流失來往屯門 和市區的長途乘客 影響他們的車費收入 《時光機》總共出現過122次 《多拉A夢》《時光機》的詳細資料 可以按下上角的IG 看看這個系列第七集 相信有些觀眾會想到 會利用《時光機》作為生財工具 例如去到未來世界 去看看彩票開獎結果 然後回到原點並且購買彩票 不過這樣當然是違規的 例如在故事頭獎獎卷當中 大雄就想到這一點 但《多拉A夢》就說 在法律上 這是違法行為 不過如果個人有時光機的話 希望可以回到過去 拍攝有關香港的歷史 給大家分享 以及解決一些 至今元年未解架到的 有關過去的問題 為什麼任二門會想到 楊成林在2007年推出的專輯呢? 因為都是同名叫做任二門的 任二門通常出現了89次 用途主要就是可以即時讀的目的地 不過任二門最大的限制 就是只能夠去到真實存在的地區 例如故事地平線膠紙當中 大雄和多拉A夢 最終因為大雄房裡的膠紙出入口被截斷 而被困在地平線之後的世界 但那裡並非真實存在 所以就不能夠利用任二門來脫困 另外任二門就不能穿越時空 取代時光機的用途 如果現實世界上 個個都有任二門的話 相信就會是一場災難 因為運輸機構就會失去收入 從而出現大財源潮 不過個人認為跨境運輸服務 就會不受影響 因為如果利用任二門去到其他國家 或者地區的話 就會因為沒有正當的出入境手續 而被視為非法逗留 法律後果可以很嚴重 曾經由日本律師接受電視台的訪問 說多拉A夢怎樣做 是會觸犯到偷渡罪 可以面臨監禁食前骨 縮小電筒總共出現了三十多次 簡單來說就是可以將任何的物體縮小 不過當時用縮小電筒 將物件縮小是有時限的 例如在電影《大雄的宇宙戰戰爭》裡 他們利用縮小電筒將自己縮小 然後在一段時間裡 眾人突然之間回復他們的原本大小 個人認為這件法寶最適合 用來清潔家居或搬屋的時候 有些傢俬的特色大 而且很重 如果利用縮小電筒將那些傢俬縮小 一來可以輕鬆地將物件轉移到第二 二來可以方便清潔平時難以清潔的地方 只要事後利用放大電筒 將縮小的物件放大 就可以即時回復原在 時光電視出現了三十多次 可以用來觀察歷史和未來的片段 例如在故事《雪山羅曼史》當中 大雄就利用這件法寶 看到靜香在雪山當中迷路 而撤失去了聯絡 所以就將自己變為成年營的大雄 並測到未來的雪山想救靜香 想看這個故事介紹的觀眾 可以按右上角的I字 去看回這個系列的第六集 現實上其實已經有類似的法寶了 不過就並非去看過去和未來 現在某個國家隨處都有閉路電視的鏡頭 並且在某個地方去監察民眾的一舉一動 想起就覺得很害怕了 不過如果這件法寶用來看未來的事的話 但是就用來防止罪案和意外發生 這樣就是一件好事來的 但是需要小心 這樣就會構成改寫了未來的歷史 從而導致不良的後果了 其實《多拉A夢》的法寶 有一些都是很熱門的 但是出現的次數 就比以上所談及的少 大家喜歡什麼《多拉A夢》的法寶 歡迎在下面留言討論 好了 今天就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大家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歡迎CLS三部曲 留言、讚好和分享這條影片 訂閱這個頻道 記得按下旁邊的小鈴鐺 以便覺得這條頻道的最新資訊 也歡迎大家Like我的Facebook Page 和Follow我的Instagram 我們下一次再見了 拜拜